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会长慈悲 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请放场 那么在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当中 佛陀的慈悲开了很多很多的法门 我们一般说是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这么多法门当中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归纳成两个修学重点 所有的修行人主要是两个重点 一个是属于业力的修学 一个是属于心念的修学 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养葬一份的信仰信心 我们是先偏重在业力的修学 所谓的世修 比方说你会去拜餐 拜八十八佛大悲餐 比方说我们会去慈奏 买这座慈善事业 我们刚开始总是希望我们身口意的罪业慢慢的减少 我们的善业慢慢的增长 所以我们刚开始先调整我们的生命中的业力 刚开始是这样子的 那么业力调整以后 我们的生命也会从痛苦慢慢转上安乐 这是一个世修的基础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因为我们要处理我们无始结代的根本问题 就是思想问题 思想问题就必须靠经典的学习 文思来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所以金刚经说菩萨他一生的修学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银河因住 第二个银河降伏其心 一个是安住 安住就是根本法门 你以什么为住 你的思想是以什么为当标准 第二个就是银河降伏其心 你用什么方法来做一些身口恶业的调伏 那么当然这个调伏跟安住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这次的主题 在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住 才是最好的方式 这倒是把人 有情众生 他分成四种的安住方式 他说人有四种 第一个他以真上恶念为住 就是说他的心发动出来 他的根本的安住的标准 是学恶的念头 你看有些人他习惯性起恶念 习惯性贪欲 习惯性跟人家对立 习惯性 那么智德倒是说这个人 在他的生命当中不管过去不管未来 绝大部分都在三恶道 即便得到人生也不会持久 就是说这个叫三徒种姓 你已经养成这个种姓了 你开出来的结果 自然是三恶道的结果 这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人 第二种人是以真上的善念为住 就是这个人 当然他偶尔也起烦恼 但是他一天当中 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很自然的起善念 没有人去教导他 他习惯性起善念 以善念为住 这种人他的生命当中 绝大部分不是做人 就是在天上 偶尔堕落三恶道 但是 虽堕恶趣 终不久留 因为他心地善良 所以你看有些人 他堕到狗道的时候 他很快地跳出来 因为他的种姓 不是三徒种姓 但是有些人堕三恶道 就很难出来了 很难出来了 因为他的种姓跟果报相随顺 他三徒种姓 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二种 第二种人 他是人天种姓的众神 第三种人是以出离心为住 这个人他平常 身口也很清净 个性也特别清高 但是不太喜欢跟人家往来 他的身心世界 安住在少是少夜 就是这个 少方便住 就是说 他也不去干扰别人 但是他对帮助别人 兴趣也不大 这种人多分会离开都市 走入山林 不喜欢跟人家往来 这种人在成佛之道 他一定会先振到阿罗汉 阿罗汉国 然后再回想象到 他不可能直去大乘 他的习惯性的动作 一定先振小果 然后一道佛陀 再回想象到 这种人 身闻种姓 第四种人 是最好的 他是安住菩提心 以菩萨心 菩提心为住 他很容易升级 自我要求上求佛道 他很容易升级 悲悯众生的心 所以他偶尔失去正念 但是你稍微点拨他一下 他就醒过来 因为他的种姓如此 所以 当我们的目标是成佛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种姓 就是说 你现在目标是要种一个苹果 当然你要找很多肥料 但这个都是芝末 这个加行的对质都是芝末 重点是 你要得到苹果 你要先找到苹果的种子 葡萄的种子是种不出苹果 就是说 你要训练你的思考模式 跟佛的思考模式是一致的 我们先不谈行为 结果就好像说 印光大师说 发了伯地心有什么好处呢 王子最地 公超群臣 你要做国王 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投身在国王的家族 你投身在宰相的家庭 家庭 你一辈子不肯做国王 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因为你不是王总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成佛的时候 你要先走在成佛的跑道上 不管你跑得快 或者走得慢 起码这个跑道是跑上路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说 到底成佛 他的思考模式是什么 他的种性 他的根本思想是什么 我们先不谈六波罗蜜的这些加行 先谈种性 就是 你必须记住什么样的思考模式 你才有可能成佛 先谈这件事情 先谈根本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这叫做菩提心 修学塑料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凡夫的心 我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我的心灵层次的水平提升 而变成菩提心 有没有这种方法 我们这个地方总共有六大科 将数十一大科分六 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先看生命的主导者 为什么有些人会多上二道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升天 为什么有些人到极乐世界去 世出必有一能 我们生命到底是谁在主导我们 是我们的业力吗 还是我们的思想呢 这个事先探讨一下 因为你要改变你的生命 你要先知道 到底从哪一个地方下手 到底我们的生命的背后 是不是有一个主导者 如果有的话 我们先把它认清楚 就好像说 这么多的电灯 它是不是有个开关 如果你要把电灯关掉 是不是先找到开关 我们的这个生命 依附如是 我们生命是不是有个开关 它主导了我们到上二道 它也主导了我们升天 它也主导我们成佛 那么那个主导我们生命的是谁 这是第一个思想 这是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 发心的差别项 那么当我们找到 我们生命的主导者以后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主导者 他主导了我们的生命 有哪些差别的项目下帽 我们是属于哪一个下帽 第三个 当我们确定我们下帽以后 我们怎么调整 我们是不是透过什么样的修学 把我们这些比较不好的下帽 比较级别 比较低的下帽 把它提升到比较高级别的下帽 怎么来真实的发起菩提心 第四个菩提心的退失 当我们的菩提心 用法升起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的过失 不会伤菩提心 哪些东西的过失 是你一次都不能犯的 你犯到以后 障碍你菩提心 你菩提心的用法会失掉的 就是我们要如何 避免菩提心的退失 第五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家庭 让我的菩提心 升起以后增长广大 这第五个 第六个 当我们升起菩提心以后 我们会在生命当中 有什么殊胜的功德 跟大家劝勉 我们这次的课 总共六个主题 先看第一个主题 生命的主导者 到底是谁 在主导着我们生命 看第一个主题 这个地方分两段 第一个心为业主 第二个五应主人 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 这心为业主 先做一个总说 那么第二段呢 就细说 详细的说明 到底是谁 第一段是一个 刚要的说明 第二段是 维系的说明 好 我们先看第一段 心为业主 请大家先合掌 我们把这个 偶主的这段 开始练一遍 成佛作主 堕坑若欠 所争指一念间 故如云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为圣网念作狂 为狂克念作圣 欲知顺与直之分无他 利与善之间也 所以一般受戒学历 听教看经 参中作禅 但夹带利民心 便是三途种子 但执着取向 便是人天魔爱种子 但一位出离生死 便是恶秤种子 但据真实自觉觉他心 便是菩萨种子 但从自觉胜去 光明发挥 彻起原底 共回向净土 普与众生同登极乐 便是无上菩提种子 故约一切法证一切法邪 好 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医生有些人 他修学成功了 他是成佛 或者做一代的祖师 也就是说他今生 并没有白来一趟 他积极的广大的功德 他今生是满债而归 那么有一种人 他也在修学 但是他呢 堕坑若欠 他带了满身的罪业 离开了娑婆世界 那么同样的一期生命 怎么有些人是满债而归 有些人是 造了这么多罪业呢 这怎么回事呢 所争此营练间 就是你的信念 他的安住问题 你用什么信念来安住 来当作你一个生命的标准 这个信念的安住 在嫩人经它分成两块 第一个善恶的问题 你以善恋为主 以恶恋为主 这个是影响到 生命的快乐的问题 第二个是真望的问题 这个水层就更高了 你以真心为主 还是以忘心为主 真心是向内安住的 忘心是向外攀岩的 以嫩人经常说 善恶恶恶都是希望的 都是向外攀岩 但起码善恶 起码是安乐道 但是你如果要走上 解脱道的时候 那就不是善恶 那你要提升到真念 真实的信念 出离心 菩提心 空振卷 这种大臣的善根 那么也就是说 从佛法的角度 一个人生命的结果 是看临终的信念的 最后的关键 就是说你一生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 另外你隔壁的人 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两个人死亡的时候 到底这两个人要去那里 就是你最后 你造了很多事情 留下那个信念的痕迹 最后那个功能 这个念头 从你出生以后 开始给你 你欣喜的是什么善念 你欣喜的善念多 欣喜的恶恋多 也就是说 你这辈子 到底给你的内心世界 塞进去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 假设以孔夫子的标准 人之初五 性本善 假设我们每一个人来的话 大家都是归零 假设今生还是归零的话 你今生造了很多事情 每一件事情 都欣喜你的内心 你给你的内心 是一个正念的力量 还是邪恶力量 到临终的时候算肿胀 所以临终的时候 古人说 没办法作假 你平常可以虚伪 你平常可以掩饰 你的念头 但是临终的时候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的念头 是善是恶 你要完全的释放出来 所以那人经常说 一个人造恶业的人 他的信念 是沉重的 往下坠 一个造善业的人 他的信念是轻飘的 所以你看 如果你的生命 你感到这个人 好像经常 心很沉重 这个就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你要忏悔 真的 你忏悔以后 你都觉得会轻松 你那个心里面 那个业 因为业力 罪业 你看你造的罪业 你会觉得好像很奇怪 整天闷闷不乐 因为业力 进入到你心中的时候 业力本身是沉重的 但是你试试看 你造了三页以后 你整个人很轻松 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赞美你 你就会觉得很轻松 因为到三页进入 你心中的时候 是轻飘的 你平常可以掩饰 到临终的时候 你没办法 你如果是 造的罪业人到临终的时候 觉得心很沉重很沉重 他自然就 啪 对下去了 造三页人 他心很轻飘 他就浮上去了 这个一点都骗不了人 当然 临终中的念头 是你平常的造作 留下的总痕迹 所以 我们生命很公平 当你出生的时候 我们都给你一个 一个因而的心念 但是你用了一辈子以后 临终结果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怎么去操作到 你经常用这个心去造恶业 这个念头就留很多的罪业下来 你用这个心念去造善业 这个念头就留很多善业下来 到临终的时候就来算账 是这样子的 这叫做成佛作主 多更若见 所争执一念间 刚开始是公平的一个心念 最后回收的时候 这个念头就千差万别了 那么这个是佛教的说法 那其实 中国文化的奴家思想 也有烈士的说法 只是他讲的不清 不圆满而已 我们这个是第一段是引用佛法 第二段引用 中国文化的奴家思想 他说啊 故奴隐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为圣网恋作狂 为圣 为狂克恋作圣 那么奴隐大师引用奴家思想 他说啊 就是这个圣贤之道啊 其实有些思想是相通的 只是浅身不同而已 儒家呢 他也提出两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说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这个人心啊 是指的是 私欲 个人有一些欲望 人是有欲望的 第二个 人有道心 人也有一些所谓的 道念 正念 就是人还是有一点惭愧心啊 那么 人心为为 第一个为 就是比较 为待难安 就是他的势力是强大的 第一个为 危险的为 就是势力强大 第二个道心为为 那个为弱的为呢 就是为弱难民 那么从儒家思想来看啊 他是说明什么事啊 他认为啊 人的心啊 有善恶两恋 但是呢 邪恶的力量啊 是超过善的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学习 透过礼教 来做调整 人不能顺其自然 因为你顺其自然就造恶了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造恶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恶恋的势力强过善恋的势力 所以你一旦不受教育 一个人不接受圣贤的教育 你就很可能造恶也了 比如说我没有接受善法的教育 我可也没接受恶法的教育 你不用做恶法的教育 你就很自然造恶了 因为恶的力量本来就比较强了 这个是第一个思想 这个地方是想我们先天 这个地方是第二个讲后天 所以一个圣贤 他能够 他如果是放纵自己的信念 他就变成一个狂妄的恶人 一个狂妄的恶人 他能够克制信念 他就变成圣人 所以 人都有善念跟恶念 那么什么是好人呢 从独教的标准说 好人不是没有恶念 不是这个好人都没有恶念 不是 他会克制恶念 所以他变成好人 什么是坏人呢 坏人也不是说他都没有善念 他呢 他放纵自己的恶念 对善念力量减低的 所以变成坏人 是这样子的 好人 他知道去调伏他的恶念 不管他用什么方法 奴家他就唱 他就唱这个诗歌 有礼教 他想办法把恶念降低了 把善念增长了 这个就是善人了 所以我们知道 顺跟直 偶尔大师就有个隐证 说顺 这个是世间的好皇帝 秦政爱民 造福很多老百姓 这个词 这个词也不简单 他是一个邪恶的霸王 他在山上 积极的九千多人 这个盗贼王 到处的去杀人放火 那么这两个人 能力都很强 能力都很强 为什么顺表现出来 是一种善的功能 直表现出一种邪恶的功能 因为他们内心 所安住的那种力量 一个是为了个人 他把私欲 因为这个词 他把他生命邪恶的部分 表现出来 这个顺 他把善良的一部分 表现出来 换句话说 顺 他也不是没有恶恋 他之所以受善 善于调治他的恶恋 那么这个词 他也不是没有善恋 他只是不会把他的善恋 表现出来 他变得恶人 如此而已 所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要有一个内功 既然我们都有善恶 你怎么去控制他 修行就是 你要有一个控制的方法 想办法把你的善恋的势力增长 想办法把你的恶恋的势力 这就是修行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你看书 能够得到这个效果 也可以 你拜忏 得到这个效果 也可以 那么这段是一个总说 总而言之 人要能够善调心念 这个是一个关键 我们看下一段 那么下一段 前面讲的是理论 这一段就把它会归到实际的 修学 那么在佛门当中 我们偶尔大师提出的三个修学法门 你是辞戒 受戒协力 你喜欢辞戒 你就往辞戒下手 你喜欢研究教理 听教看经 修止观 也非常好 或者你喜欢参禅 参主师禅 看话头 也可以 也就是说 佛法提供很多的法门 但是呢 法门没有高下 成败呢 就看你的发心 好 看下一段 但夹带立民心 便是三徒宗旨 只要你持戒 你听经 或者讲经 或者参禅 你是为了追求明文力 那么你造的业 就是三徒的业力 那么执着起向 你对于善业很执着 人天蒙外种子 这个 这个讲堂是谁奸的呢 是我奸的 我要把我的奸的名字 写到上面去 那你对你自己的善业 特别执着 那你就 人天 人天种姓 但一昧出离生死 便是二证人种子 这种人比较偏空 二证人是 好要空姓 然后忘失大悲 当据真实自觉 结他自心 先是菩萨种子 他本身 有智慧的观照 善调其心 来自我提升 他也很多的慈悲心 想要帮助别人 觉得他 再等我 你自利利他 菩萨种子 那么最后 最五个是最严满的 自觉盛气 光明花灰 自觉盛气 简单的讲 就是回观还照 他能够回观还照 正念真如 然后从一念的清静心里面 神起菩提心 从空出甲 光明花灰 自觉盛气 是从甲入空 色用归体 光明花灰 是一体起用 神起大悲心 那么 测其 原底 能够通达 心性的根本 所谓的真如 然后以真如来发起菩提心 那么来念佛 乃至于修波罗蜜 把功德回向净土 普遗众生 同登集的 便是无上菩提宗 这个是最圆满 圆教的菩萨 从真如出发的 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故意的一切法证 一切法邪 你现在修了很多法门 法门不能保证 你是不是成功 因为它是工具的 关键在于你 那个心的调整 你看我们举拜佛来说 英光大师说 说一个人 你不能只强调世修 你看有些人拜佛越拜 对立心越重 你看你拜五百拜 我拜一千拜 你拜佛是跟人家比较 阿修罗 阿修罗法界 就是说 你又变成一个大福报的阿修罗 因为你的世修 世相是之末 你这个信念要变成什么 是完全看你的善恶 看你的真望 你所造的业力 它只是个 只是你这个果报出现了 这个旁边的吃业而已 你那个树根 是你的信念的调整 所以你如果不善调信念 你拜佛拜一辈子 那顶多就是有善业 但是不表示说 你生命的水平会改变 所以当你信念是正的时候 一切法正 当你信念是邪的时候 这一切法就加持到你邪恶的力量去 比方说魔王 印光大师最喜欢 举魔王跟佛陀做比喻 印光大师说 为什么信念调整这么重要呢 他说你看魔王 魔王也不简单 他为什么做魔王 我看佛陀怎么说 他受此报官再借 受此报官再借 不简单 然后呢 他行吴哲大会 供养三宝出家人 任何人都可以来 那么他以持戒修服 他为什么动魔王呢 因为他贪求名利 他的根本是邪恶 所以他所加醒都是邪恶 那么佛陀因地的时候 他也是大观再借 佛陀因地的时候 有这吴哲大会 那怎么这些业力 进入他的心中 变成佛陀 因为他心是发佛陀心 所以业力本身 不能决定一个人成败 信念 你的心理素质是关键 印光大师还讲一个评议 他说 他这个水啊 他没有好也没有坏 对不对 他没有太多营养 但是这个水呢 你给毒蛇吃 他变成毒液 因为他称心中 你把这个水给牛吃 他变成牛奶 滋养色身 那怎么一杯水 你给牛吃了以后 他转成牛奶 因为牛有善心 所以他把水转化成牛奶 滋养我们的色身 对不对 你把水给毒蛇吃 他喝了以后 变成毒液 伤害我们 那这个水 有没有好坏 没有好坏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做多少功课 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你经常 起什么链头 要注意 尤其是我们下一堂课讲到 那种 硕硕现行 都无常愧 就是 你一天当中 起了很多链头 但是你有的链头是 偶尔人家刺激你一下 你才起的 这个不算 我以为是不算 就是经常性的起链头 你起这个链头的比例很高 这第一个 说说去 第二个 见识功德 深深好用 你起这个链头的时候 你非常的得意 这就是我 什么是我呢 这就是我 你把大大当作你的功德下 不管这个链头是善念是恶念 第一个 你经常性的起 第二个 你根本不想改变它 这个链头你就要小心了 它已经在主导你生命的 来生了 其实你不要等到你命中 就是说 你看你一天当中 起的链头次数最多 而且你充满的耗药 你起这个链头的时候 你根本不想对峙 你也没有常规心 你特喜欢这个链头 两个条件记住 这个链头已经在主导你了 你已经被它主导了 你一个人 我认为 你到了五十岁 你来生差不多决定了 当然了 还有可以改变 我一直说还可以改变 你赶快读经典 调整心态 但是不容易了 因为你这个心 已经被人用了五十年 已经快要定型了 所以你到了五十岁 你好好的反省 你一天大不诺 起什么链头 起这个链头的时候 特欢喜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要经常起 净土的链头 燕尼 索博 星球 急着 起得以后又特别高兴 差不多了 净土 净土总性 已承受 所以 当然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起的链头 不太好 在你死亡之前 你都还有机会调整 如果你肯用功的话 赶紧思维 这个链头的过失 喝着它 然后转一个目标 发愿 创造一个新的链头 然后勉强自己 把它转过去 要勉强 转不过去就完了 转不过去就完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 其实已经有一个链头 在带动我们 这个链头不是偶遗为师的 你这个人偶尔 刚好 闻到咖啡很香 去喝一杯 没关系的 偶尔发发脾气 偶遗为师也没关系 但是要忏悔 但是你经常性的链头 就要注意了 经常性的链头 就是你很自然就生起来 很自然就会生起来 热就会生起来 这个叫主意了 他已经在主导你的生命 趋向某一个跑道了 可能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在主导我们了 好 我们基于这个理由 我们来看第二段 就更清楚了 到底是谁在主导我们 不是我们的行为 是我们的行为 所留下的信念 我们看第二个 五印主人 在我们的生命的五印当中 真的有一个主导者 佛陀把我们的生命 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是色运 就是我们的外境 一切的物质的世界 第二个是 受想形式 它是一个精神层次的 内心的世界 我们先从外到内 从外从外城先看 第一个色运 色运 一个人的色身 跟你造的业 没有太多关系 绝大部分 都是过去的业变现出来的 当然你去整形例外 你的业 绝大部分是过去生 你造了什么业变现出来 所以色身 不怪你 不怪你今生的你 要怪怪前生的你 它是业力变现出来 所以色身 物质的世界 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你修行很难改变 很难改变 你说你是一个女重 你有本事修到 转成难重 不可能吗 这个色身是夜暴身 这个感受 也受业力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心 跟外境接触的第一刹挪 是苦受热受 快乐的人 当然福报道的人 快乐的时间多了 这个罪业重的人 痛苦的感受多 第三个是最厉害的 想 当你产生感受的时候 你起了什么样的想象 所以现在很强调 做正面思考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 过去的业力 你遇到痛苦 你也可以说 这个是人生的历练 你就产生激发 你遇到痛苦 你也可以自暴自弃 你说上天对我 这么不公平 你也可以自暴自弃 所以这个痛苦 到底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相状 因为感受没有相状 相状是你安立的 你可以安立他一个相状 这个相状可能会伤害我们 这个相状也可能会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想象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各位知道吗 提升我们的想象力 也真的是这样 响应是很厉害的 你看 我们为什么愿意布施 因为我们知道布施有功德 我们产生功德想象 所以响应 一进其向 安立明眼 就是你要能够去学习 圣人是怎么想象的 所以写佛陀的经典 就是佛陀遇到事情的时候 当外道骂他的时候 当外道刺激佛陀的时候 佛陀是 他是怎么想的 他怎么想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讲佛陀诸事 就是开示污入佛洛之间 佛陀的思考模式是怎么 他为什么成为佛陀 他有正确的思考 那么响应 但是响应有个问题 他生灭 他想完就没了 最可怕的告诉大家 行应 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 行应是想象 想久成性 就是讲习性 就是你的行应 响应是一种造作 但是他想久以后 这个响应结束以后 他转成行应 行应是很多很多 想象的累积 就是你的习性 等有习惯 你习惯性的思考 就是行应 也正是他在主导我们的生命 但是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响应而来的 行应本身没有调整 是我的力量 所以当这个行应错的时候 你也要靠想象 来修正它 但是行应是 响应的 受受起造作 留下的一种功能 强大的功能 那么适应 就是把前面的功能 全部保存下来 适应 它没有造业功能 它只负责保存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两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个 先检查自己的行应 你活了这么多年 到底你的等流性 在死法界里面 你是属于哪一个 稍微对一下 先把行应找出来 第二个 用响应来调整行应 去做两件事情 先了解自己 你大部分的思考模式 你习惯性的思考模式 你的心跟外心接触的时候 假设都没有对峙 你第一个练统会 习惯性会起什么练统 第一个练统 行应 当然你可以调整 用你的嫩眼睛的响 用滑滑睛的响 来调整这个行应 慢慢地调 我们一般人都很难像六祖大师 一下子顿悟 这个车转180度 我们先慢慢调 你只要 一个人只要了解自己 然后有正确的方法 你就有救 即便每天调整一度都没关系 至少你在进步当中 只要你知道用功的方法 知道你的修行的关键在哪里 人最怕就是 什么都不知道 一天过一天再做也可怕 你只要知道了 你只要开始努力了 你就有希望 因为你 你今天比昨天好 你充满了潜力 你现在不够好 但是你未来无量可能性 修行最怕就是说 你到现在还没有上路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有什么方法调整 就早了 你昨天跟今天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可能更糟糕 因为你不调整 它会相需用 它会等流性 你习惯性是什么 你如果不调整 种子及现行 你那个滚雪球越滚越到 如果你不调整它 你那个往那个 那个道路越走越厉害 越走越厉害 所以 我们再重复一次 生命的主导者 是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 习惯性的 你习惯性去善念 你已经走上了人天的国报 如果你突然间死亡 你一定到热天去 如果你习惯性起恶念 你已经走上了 三个道路的国报 你要小心 如果你习惯性是出离心的 你已经走上了 恶秤的涅槃偏空的跑道 如果你习惯性 升起净土的思考 因为你说婆心求极乐 你不管什么事后死亡 你一定往胜 当然在死亡到了之前 你都有调整的空间 所以你要先知道 修行先找到自己的 生命的倾向 你现在已经 那个足球已经往哪个方向跑了 当然你中间还可以补一脚 但是你先找到你一生当中 你的等流习性是往哪一道跑 先第一次知道 然后找佛法里面相关的法来对视 调整它 调整它 那么从佛法的角度 当然我们往下看 摄影是苦乐参杂 这一部分安乐解脱 摄影是由业力来主导的 如果你刚开始你觉得病动很多 障碍很大 佛法是有道权基础 在调整信念之前 你可以拜参 消夜障 你可以放蒙山 超多烟金债主 你可以做慈善事业 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先调整到安乐解脱一点 可以 身安倒龙嘛 所以你刚开始偏重业力的修学 可以理解 我修行要靠这个身体的工具啊 我把这个车子先功能调整一下 对不对 它变成一个法器 所以刚开始先调整摄影 可以理解 但是呢 你上路以后开始要注意智慧的贯照 当然这部贯照很多啦 那 你是属于那种邪恶的 你就用善念来对峙 你是属于 有些人他是属于比较偏空的 有些人真的偏空啊 尤其出教动还多 他呢就是 习惯性 他也不起善念 也不起恶念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无念 这个也不好 你要无助 要升心 但这种人要出来不容易 要大三之十 因为一个人一旦偏空以后 你要改变他很困难 因为他左右的时候 你可以 他会自己知道痛苦 但是偏空要转成菩提心这一块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那么也就是说 佛法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拿去试一试吧 人生有限嘛 所以你要知道说 你可以分阶段 我现在一段需要什么养分 我需要什么法来进来来调整我 所以智慧的观照呢 这是调整你的习惯性的思考 最后目标 菩提心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再往下讲 好 好